上天一步 增加一步 青春当正好 战斗正当时 心当放心 强国有我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 不管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 都要始终坚持求实创新的科学作风 真理 哪怕只见到一线 我们也不能让它的光辉变得暗淡 大地无垠 翻山越岭 探地质起立 何物置之 追根溯源 寻地求真理 先生 您认为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 求真是科学精神的灵魂 务实是科学精神的根本 创新是科学精神的关键 先生 七十年前 是什么促使您不惧万难回归祖国 投身新中国的地质事业 科学无国界 但科学家有祖国 我是中国人 理所当然要把所学到的知识 全部献给我的祖国 知识宏义 道远任重 努力向学 未为国用 先生 我们是新时代的地质学子 对于二零二二年的我们 您有什么叮咛和主播吗 有理想的青年人是中国科学的希望 肩负着科技强国的光荣使命 唯有传承与弘扬科学精神 拿出坐得冷板凳的决心 刻苦钻研 求真务实 才能担当起时代赋予的使命 同学们 你们知道我的名字 李思光的来历吗 我十四岁那年 去报考武昌学校 我在姓名栏里挫填了个年龄 当时实在没有钱 再去买一张报名表了 我只好把十字改成个李字 可名字叫李思总不太好吧 我就在后面加上个光字 四面光明 意思是盼望我们中国 也能有光明的一天 先生 光耀四方的盛事 如您所愿 我们伟大的祖国 正在世界面前 绽放耀眼的光芒 我们会永远铭记 您对科学工作 和新中国地质事业的 卓越贡献 青春和祖国一起闪光 光荣和梦想 扬帆远航 我有一个梦 坐看大漠孤烟 心随江河奔腾 是让浩瀚游海 装点山河 我有一个梦 驰骋无荫草原 摇指锦架轰鸣 要做那翱翔蓝天的雄鹰 我有一个梦 冷颜雪域高原 细听钻鸡隆隆 立变那万千沧桑的岩层 我有一个梦 用挑时代重担 探取深海燃冰 为能源独立 何距浪探千虫 我有一个梦 用地质三光荣精神 滋养初心 用大庆犹田精神 淬炼灵魂 我的梦 化作光明岁月 几经风波 而高情不落 我的梦 追随理想之火 既经险阻 而常然不息 同学们 我感受到了你们炽热的信仰 看到了你们的坚定和奋斗 我为你们感到自豪 我们是炎黄的子孙 被祖国需要是一种幸福 我们身处不同的时空 却有着相同的梦想 生无言黄 欲我华下 代之有为 必报中华 生无言黄 欲我华下 代之有为 必报中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